哈喽大家好我是Kero 那么今天我们回到来新的一集的Pokemon X 这个口袋妖怪X啦各位 然后呢上一集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白坛室 我们已经探索完了白坛室 然后我们从这个穿着黄色帽子 黄色衣服的这个人身上 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六兵鞋啦 然后呢排轮鞋 然后呢这一集呢我们就来挑战白坛室的道馆 也就是我们人生中我们在Pokemon X的人生中的第一个道馆 也就是这个虫系的道馆啦 那么上一集我们已经打了他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挑战道馆的第一个对手 然后我发现他这里的Pokemon呢 Level都蛮高的 所以为了不要轻举妄动呢 我也把我的Pokemon呢 我的口袋妖怪们呢 都练到Level10以上啦 Nip Level10 VB Level10 还有Fight Guide Level11 那么Level11 Level10以上呢 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充足够 打败这个道馆了啦 已经足够了 我本身是这样觉得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B比 我们的B比呢 Level10了 然后他学会了一招叫做 这个叫做惠 应该是叫做惠这个字 这个字应该练惠 飞行系的一个招 飞行系的招呢 对虫系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我们的B比 终于有点像一只鸟的样子啦 他终于会飞行招了 他终于会飞行 飞行属性的招了 所以他终于像一只鸟啦 我们就在等着他进化变大鸟吧 现在 然后呢 N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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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会电击之外呢 他还刚刚学了一招叫做 电光一闪 电光一闪 虽然不是什么很强的招 可是我 其实 电光一闪 我觉得 以 低等的 不是低等 以Level低的 口袋妖怪Pokemon来说呢 我觉得电光一闪 是蛮不错的一个招来的 因为 他攻击力不会太低 而且他 他可以 确保你可以先发 先发 比你的对手先攻击啊 所以 是很 很好的一个招来的 呃 然后这些为什么 这个bubble会掉下去的呢 呃 呃 我要怎么走呢 其实 我不懂啊 我随便走吧 这里上不去的咧 呃 我要怎么走 为什么 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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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 露珠了咧 为什么这些树 这些树 为什么会这么大大片啊 我现在是变成昆虫了吗 感觉上我现在是变成昆虫在这里 要被人家吃掉的感觉咧 要被这些训练家吃掉的感觉 很可 很可怕 来小小弟弟来个人 你不是要跟我战斗吗 小弟弟 哦 他过不来 因为这里有一个裂痕啊 他过不来 哇 这个迷宫是怎样走的呢 到底 OK 这样子走过来 来吧 小弟弟 重新的精灵 重新精灵的进化非常的快 哦 所以也就是说他的Pokemon是已经进化了吗 我好怕啊 呵呵 我好怕 哦 这个是蛹耶 重新的第二次进化 一个蛹来了 粉蝶蛹 电击应该对他没有效吧 试试看 OK 哦 他会用撞击 好吧 来吧 我跟你拼过啦 我跟你拼过 哦 他会治愈耶 他被麻痹了 可是他自己本身会治愈 厉害厉害 来来来来来 多一次 撞多一下你就死掉了 哦 160点经验 好啦 真的是 呵呵 有点 有点没有意义的战斗啊 对我来说 重新 重新精灵就是这么没有意义的 你是被我这个蜘蛛王所捕 或者落小猎物 对我来说啦 呃 重新精灵的战斗是有点没有意义的 因为 都很差 重新只有在第三进化过才会变得很强 第一进化跟第二进化根本是 只会撞击跟吐司罢了 没有其他 没有其他意义有意义的东西了 为什么我的电击这么痛呢 what the hell 为什么我的电击这么痛的呢 你看到吗 他的防御提高了 他的防御好高啊 可是还是死了 再见 非常不好意思 呵呵 这只只会硬 他只会变硬变硬变硬 然后 就不会什么东西了 三合一风雀 交给Nip吧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哦 是你啊 好吧 我知道你长到后会非常厉害 可是现在的你是 一点都不厉害 哦 他会烈爆风耶 哇 好痛啊 我的天啊 超级痛啊 痛到我的Nip都要死掉了 再见了 看他样子 他应该是重新和飞行系的 头带妖怪 他是重新和飞行系的 好了 第十一了 耶 他说他用蜘蛛网抓着我 可是他的 他的Pokemon根本都不是蜘蛛来的 呵呵 他的Pokemon是蜜蜂啊 来 小姐 我来到了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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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宝座啦 为什么你不要收拾一下你的东西呢 好乱啊 哦 我记得了 他们说这个道馆的馆主 很喜欢摄影是吗 哦 你看到吗 他的 他的前面还挂着一个相机耶 OK 好吧 那么 看一下我们的精灵 我们的精灵除了Nip之外 其他两只精灵都还好好了 好啦 因为是重戏的话 我觉得我们让我们的Bibi排在第一位吧 让我们的Bibi好好的派上用场啦 来吧 战斗吧 我一点都不怕 那坚定的表情 你眼里闪烁的光芒 告诉我 你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了 很好 真的很好 你是第一次挑战道馆吧 真的很不错 无论是败战或后悔 还是胜利的喜悦 都是最棒的瞬间 这都是我拍摄的好素材 很棒 真的很棒 那么来吧 我紫兰罗 诶紫罗兰 我紫罗兰 我紫罗兰 会抓住快门瞬间那样 把握胜利 哇 你不要偷拍我好不好 紫罗兰 哇 这个是一个偷拍狂 诶这个 鱼蜘蛛 哇 这个音乐很 这音乐很好听 很热血 才两只Pokemon啊 有没有搞错 你才两只 那两只 两只Pokemon 你敢叫 你敢做道馆馆主吗 我的天啊 哦 它速度好快啊 你干嘛吐泡沫给我 呵呵 来吧 啊 好痛啊 太痛了吧 不妙啊 好不妙啊 玩什么水 呵呵 不要玩水 不要玩水 好 再见 哈哈 它这个鱼蜘蛛呢 专门是刻的是 火系的神奇宝贝 因为它知道 它知道它是虫系的道馆 所以一定有很多 火系的挑战者来挑战它 所以它就 派出一个鱼蜘蛛来刻火系 可是你刻不掉飞行系啊 小姐姐 呵呵 你刻得到火系 你刻不掉飞行系啊 碧粉蝶是什么来的呢 我们交给 Fyguy吧 交给我们的王牌 Fyguy 不然的话 我们的王牌没有的上场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去吧 Fyguy 干掉它吧 碧粉蝶 哦 终于有一只 最大进化的重蟹 Pokemon了 最大进化耶 我好怕啊 这是什么来的 为什么它的招全部对我没有效呢 真的是可怜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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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来的 OMG 哇 欸等等 我对它非常有效的结果 扣它这么少命吗 来 我的 我的攻击好低啊 噢 这下不妙 这下不妙 它比我来的 它比我想象中来的强耶 怎么办 哇 它这个 它的这个残身 比我的火花还痛耶 不行啊 这样 远飞是什么东西 等等等等 有点不妙 我要先看 我要先学一下我的招 你要尾巴是什么了 你要尾巴降低对方的防御 然后远飞呢 远飞是什么东西 远飞是提升自己的攻击 好了 我觉得我们先用一下 我们先降低它的防御啦 它防御太高了 用一下摇尾巴吧 啊 我要死了 no 来 要降低它的攻击力了 啊 不是 它的防御力 噢 噢 噢 这只蝴蝶好可怕 我小看它了 用一个好伤药吧 不了不了 用一个伤药 噢 天呐 我的王牌 我的王牌打它 打它一点都不痛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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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水 噢 因为上一 上一场有人 那个小 小蜘蛛 他用了玩水 结果我的火系的招 变得不痛了 我明白了 我的火系的招 变得 变得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痛了 噢 现在才来 现在才来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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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继续玩火 火花 应该可以干得掉吧 nice 啊 哈哈哈哈 不要小看我们的 5 475 经验值 我的妈妈 哎呦 哎呦 哎呦呦 我的妈咪啊 哇 差不多可以给我提升 两个level 了 哈哈 现在你们是最棒的 不是很好吗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你要重复你的话呢 哦 耶耶耶耶耶耶 你 年轻的训练家 你 不 不只是你 你和你的小剑雀是最棒的搭档 什么鬼啊 为什么说我和我的小剑雀是最棒的最棒的搭档 你把我的fight game给忽略掉了 太棒了 哇 这个 这个 这个小姐姐不行啊 找到了昆虫徽章 有了昆虫徽章 即使是 与人交换来的精灵 如果在30集以下都会听从于你 还有 作为强大的回报 这个也送给你 哦 传身 就是刚刚一直缠着我们的fight game的那个技能 技能学习器可以让精灵立刻学会技能 而且有一个好处 可以无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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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这是第一次耶 我之前玩的 我之前玩的 之前玩的口袋妖怪的游戏都不能无限使用 无限使用技能机器的 OK 然后我跟你说下 我给你这台技能学习机 传身 这个技能可以让对手暂时无法逃脱 好了 我身后有个帐篷 从前面的楼梯上去就可以回到上面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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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以直接回到下面去 你还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 你不是要把我拍一张照了吗 有些东西 你只有在照相机的取景器里才能看见 还有些东西 只能和精灵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看见 在里头中 你会遇见一些只属于你的宝贵东西 嗯 那的确很棒 真的很棒 所以他把我的照片偷拍了 他偷拍我的照片然后放去哪里了呢 哦 哇 这个是一个博物馆吗 标题 进化 摄影子 摄影者 紫罗兰 哦好棒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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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刚刚来的地方了 哈哈哈 哇 这不是从此徽章吗 好 非常好 威脸的冠军 相信你第一个精灵的博士看到你有如此成就一定会很开心的 等你在精灵中心恢复后 不如去蜜阿蕾士的精灵就所找他一下吗 蜜阿蕾士在哪里啊 呃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地图 蜜阿蕾士啊 诶 这里就是精灵联盟了耶 我们现在在白坛室啊各位 我们在白坛室 我们走过来右边 我们通过这个22号 22号道路走过来右边 就到冠军之路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打精灵联盟 我们就完成我们的游戏了 哈哈哈 然后这里有个虚度空间了 这个虚度 啊虚空之间 虚空之间 不好意思 虚空之间应该会有一些 神奇的事情会在这里发生 比如说可以抓神兽之类的东西 蜜阿蕾士在哪里啊 请问 蜜阿蕾士 嗯 我不懂啊 算了 等下再找 这也是纸兰罗拍的照片 全部都不能看 算了 走吧 先去精灵联盟一下 我们打完我们的第一个道转 道转 道转 诶 为什么会换画面啊 快念到精灵中心需要恢复你的精灵吗 为什么还会放大哈的照片呢 为什么会换画面的 什么 什么 是Bug吗 我不懂诶 哦 诶 你还在这里啊小胖子 哦 他还不懂我拿到的 他还不懂我打败的照管了 所以 我们要去哪里呢 如果按照地图的话 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罢了 我们登录我们的地图 登录了过后呢 我每次按一下Y键 他就可以直接开地图了 诶 按照Logic的话呢 上面我们去不到 4号道路我们好像去不到是吗 我去看一下 4号道路 啊对 4号道路这个小姐姐不给了过 诶 我是一名新闻记者 这是你获得第一枚道馆徽章的奖励 哎呀 呵呵 我没有看到他刚刚 他刚刚跟我说什么东西 我一直跳过吧 学习装置 学习装置 学习装置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学习装置并打开了的话 队伍里的所有精灵都可以获得经验值 哦 这是那个EXP share的装置啊 即使没有出战 希望这个对你的训练有帮助 我在密阿雷市的大阪大厨版社工作 如果还有独家新闻的话 欢迎随时来找我 哦 OK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4号道路了 小姐姐走掉了 好吧 那么 可是在这里 4号道路前呢 这里有个地方 哎 我们去这里看看 这里是22号道路 22号道路也是可以走 22号道路呢 就是连接冠军之路跟白坛式的那个道路 我们先看看这里有什么东西啦 这个训练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打过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训练师 来吧 小姐姐 上把我的金角鱼 角金鱼 OK 角金鱼 高点 这个是高点 这个是高点 来吧 水系的 水系的 Pokemon吧 我现在有全部队员都可以拿到 只要打败一只神奇宝贝之后 我的所有的队员都可以拿到相同的经验值 很棒很棒 马力路 来 电死你 oh my god oh 好可怜啊 再见了 我不补LV7了 哇 这样子 如果有这个学习装置的话 这样子练Bokemon很容易耶 我不需要换来换去 我只要每一只 我只要用一只打 剩下的全部都会得到相同的经验值 这样子的话 训练神奇宝贝 就是 要up level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耶 这样的话 oh ok 没想到耶 哇 有个球在下面 我要怎么去拿 oh 过不去 这里上面 上面也是有个球 可是上面有一棵树 要用那个 应该是用卡才能过去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技能机器 所以不能过去先 你好 快速提升低级的精灵的诀窍 是把它们放在你的队伍的左上角的位置 然后当你战斗的时候 迅速交换出你队伍里能力较强的精灵 ok 谢谢你的提示 我都会了 我是著名的铁甲犀牛车 格雷斯的图包粉丝 我甚至能很远的 我甚至到很远的地区去看他的比赛 为他欢呼 你是作为业余选手来对战呢 还是想做来场专业的对战呢 嗯 这是训练家优素 哦 利欧路耶 利欧路你好 我们在 我们在上一个的Pokemon游戏就是 Pokemon Black 2 口袋压怪黑二呢 我也是有 利欧路 我有路卡里欧 路卡里欧是我蛮喜欢的一只Pokemon来的 我觉得蛮强的 格斗系跟铁系的Pokemon 噢 他忍耐了 电光一闪吧 干掉他 啊 拜拜 Lv12的BB 噢 不补一直在up level 因为不补的等级很低罢了 哇 这样子的话真的很方便耶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Pokemon X里面 训练 训练 训练Pokemon是一件这么轻松的事情啊 哇 这里为什么这么多训练家 绝绝兔 啊 我按错了 我应该按 会了 哇 按到了这个撞击 可是应该没有关系啦 一样的 哇 撞击更痛耶 开玩笑 来 电光一闪 干掉哈 OK 哇 这里有很多的训练家 哇 为什么这么多训练家的呢 你们 你们 你们这样想要跟我站 哎 这个不是训练家来的 这样的台阶是可以通过跳越跳过去的 不过这是一条单行线 一旦跳过去就无法跳回来了 哎呀 这个我知道啦 为什么到现在才跟我说这句话 我已经跳了几百个台阶了 你现在还跟我说这个话 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台阶是可以跳的 可是我已经跳了几百个了 哇 这里的Pokemon我都没有 没有什么看过 疼鞭啊 不痛啦 一点都没有效 不好意思 对 对我这只鸟来说 是不怕疼鞭的 我的鸟是很 我的鸟是不怕疼鞭的 不好意思 不补又升级了 不补又升级了 哇 不补猎暴风学会了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不补也可以越来越强了 虽然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在用它 可是它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哦 这里要用surf才可以过得去 哦 我们来到了尽头了 哈哈 你要去哪里 你听好 勇于挑战固然很重要 但是前面的道路 对你来说还太艰巨了 哦 谢谢你啊 前面的道路是 21号道路 朝21号道路 我们还不能过去啊 所以这个是 不给我们过去冠军之路的人吧 这个大门就是冠军之路的路口 只有允许八个徽章训练家的才有被允许通过 那么 你持有的道管徽章一共有 嗯 很遗憾你还没有进入这冠军之路的资格 请用有八个徽章的时候再来过 啊哈哈哈 看来游戏 故事不会这么简单啊 我们还需要挑战八个徽章才可以过去 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啦各位 来这里 有个好上药 好啦 所以很明显啊 我们现在能走的路也就只有一个路罢了 就是 我们只能朝四号道路前进 然后到这个密阿雷斯 哦 原来这里是密阿雷斯啊 哦 原来这个是 卡洛斯地区的中心 汇聚技术与艺术清 精华的大都会 哦 密阿雷斯 下一个目的地 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密阿雷斯了 哇 很兴奋很兴奋 很兴奋啊 我的天啊 我们来到了四号道路了 哇 好漂亮啊 这四号道路 哇 这个是那个什么啊 呃 什么名啦 呃 拉鲁拉斯 呃 这支Pokemon好像不错强耶 它是草系的 呃 是草系吗 我不是 不确定它是不是草系 可是呢 进化过后是 呃 它可以 它可以进化成超能力系 也可以进化成狗斗系 它有两种不同的进化 如果没有进修的话 是这样 我想抓它 抓它 一定要抓到它 说不定它可以在我们的队员之一呢 它可以呆在我们的队员里面 也不一定 看起来是很强的一只Pokemon 拉鲁拉斯 Lv13 高速移动 高速移动 高速移动是什么呢 哦 大幅提升自己的速度 呃 忘记掉叫声吧 这样的话 用红色的角 捕捉到人和精灵的问题后 其前身会稍微变软 红色的角 嗯 给它什么名字好了 给它叫做 红色的角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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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道路 然后我们下一集 应该就能顺利抵达 蜜阿 蜜什么鬼了 呃叫什么 蜜阿雷士了 OK 好了 各位大家再见 我们下集见 拜拜